3月25日是希臘國慶日 近日希臘駐華大使喬治·伊利奧普洛斯 接受中心社記者專訪表示 兩國之間有很多共通之處 希臘和中國的DNA中 都有一種頑強的生存意識 伊利奧普洛斯表示 2019年 希臘經濟保持良好健康增長態勢 有望很快恢復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水平 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亂了這一切 疫情不只在歷史上,它全世界遭遇了 我们做得更好比其他国家在世界上 我们在2020年有很大增长的经济 主要因此,主要因此,主要因此, 主要因此,主要因此,主要因此, 为应对这些情况 希腊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 包括权力保障就业市场 鼓励企业用工等 伊利奥普罗斯认为 2021年希腊经济会逐步复苏 我们很希望在2021年 尤其是在第二半的年代 我们可能会有增长 在4.2%的区域 这会是挺好的 如果我们在2021年 50%的区域 2021年是中西文化旅游年 这也是两国文明交往史上的 一件文化盛事 伊利奥普罗斯介绍 5月下旬开始将举办一系列活动 此外 伊利奥普罗斯指出 两国共同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 双边关系也在不断深化 期待未来能有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现在那些中国人们更加关注于新的选择 和新的选择 和选择 选择一个健康的选择 你知不知道 芸汐士是 最初的选择 的选择 所以我们有很多 serve in that respect Greece is particularly trying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to attract also foreign students English which also might be interesting to Chinese students there are many products that China could be interested in like the primary sector or in food selfish다� scream,不会再来一个危险。 我们也要有其他的东西。 首先是 проф宗物的部品。 当然是洲 Investissance. 工夫的是企業。 我们也 apoy到中国的一切行動ni后 挑战会 relief的 电影和音乐领奖的 外國製作品製作品製作品 在歐洲製作品製作品 所以有很多空間的改變